這門課 可能會有點虛 那為什麼會有點虛?其實我有講過 因為這個課程已經跨了好幾個領域了 以Sale 是一個領域 以Sale 本身就函數裡面 你要很精通就不容易了 你還要跨到VBA VBA 是程式設計的領域 然後你要跨到資料庫 資料庫又是另外一個領域 資料庫也是一個專業 你會發現 像我旅外去開會 有一個也是一個專家 他工作就是 每天就是在管理資料庫 他在永信房屋上班 他管理資料量已經是幾億筆的資料了 每天就是管資料庫就對了 他還不需要寫程式 所以會很虛 因為你的基本功夫 第一個你的以Sale 函數幾乎精 你要很精的話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證照考試題目 你是不是全部都可以一下子做出來 如果一下子做出來 你這算以Sale 函數的高手而已 第二個 你我講過的程式 你可以很快可以把它寫出來 不一定要寫出來 你可以拿我參考 改都不要錯誤 所以像我今天給各位的東西 你也可以很快的知道怎麼去用 這個才是用而已 你要不要說寫 還沒有到火候 第三個資料庫 資料庫部分的話 我們介紹只有SS 其實資料庫的種類非常的繁多 有些公司用Oracle 有些公司用SQL Server 有些公司用MySQL 很多種類型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要怎麼樣把它精通 我想至少你要先把SS學好就好了 至少啦 SS裡面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資料表查詢 不過我建議各位其實只要把資料表跟查詢 看一下就夠了 底下那些東西很少用 可以暫時跳過沒有關係 那還有剛好同學有提到就是說 老師那如果說呢 是不是這個地方呢 我們只能用SS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們公司 不是用SS 是用其他資料庫 那我要怎麼用呢 其實這邊提供給各位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 就已經有 所有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 Open後面就是加了一個叫做 Connection Street Street 就是這個Connection Connection就是連結的字串 這個連結字串是可以被修改的 你修改的